隨著四足賽的開打 全台的民眾也封足球 但卻沒有捐護到台東偏鄉的成功國小足球隊 因為經費的不足無法代表台灣出國比賽 經媒體報導之後 所幸獲得獻福以及善心人士的協助下獲得幫助 國民黨青年團也獲得消息 特地來到台東以公益比賽的方式捐助成功國小足球隊 有困難其實不應該是去害我們自己做掌援 我們自己有一些需要的目的 但是第一時間在現場夫人 他就打電話給學校說 學校有需要這麼多的經費要出國 那找到就是請現場幫忙 所以現場第一時間就聯絡到好朋友 就直接在我們媒體曝光之後 第二天其實就已經達給我們幾百萬 謝謝 不但是為這一次的諸葛比賽的經費 要籌足 將來我跟校長講 將來我跟校長講 把這個所有的民間募來的這樣的資源 也把它好好的當作 將來像我們的環境也好 繼續培育我們的小朋友所需要的經費 我們持續來運用在這個上面 所以各位小朋友 其實你們這一次去 不是只有代表成功國小 各位小朋友你們這一次去是代表整個台灣 因為台灣各個地方都有人捐助愛信給你們 所以拜託你們一定要認真 用心的把你們平常的練習 最好的練習 能夠帶到夏威夷去幫我們做最好的國民外交 國民黨台東縣黨主委 青年團代理執行長表示 希望藉此拋裝引玉 來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學校 由縣長、議長再加上國民黨青年團組成的聯隊 PK成功國小足球隊 最後還是訓練有數的小選手獲得勝利 成功國小只要每進一球就獲得3000元的贊助 最後成功國小以10比0的比數 也獲得了3萬元的加菜金 透過各界三星人士的捐助 可以讓成功國小足球隊繼續為國爭光 東南縣文成績雄陽國住 成功正採訪報導